下诚不可语兵 这是在吵什么呀 小鸟说庄子爷爷还在睡午觉呢 小鸟小鸟到底在吵什么呀 小鸟对小鸟说没有冬天只有夏天 当然有冬天了 小鸟不知道什么是雪 也不相信有病 小鸟怎么说它都不相信 这有什么难道 给知了看看冬天的冰雪不就行了吗 可是现在是夏天 哪有冰雪呀 我们可以造一场雪呀 造雪 你们看 这不是雪吗 夏虫不可语兵 夏虫就是生长在夏天的虫子 在我们的故事中指的是知了哦 不可就是不能 语就是说 生长在夏天的虫子不知道有冬天 所以不能和它说冬天的冰 说了它也不信 小鸟小鸟快看 下雪啦 下雪喽 小鸟说这明明是夏天的蒲公英 哪里是冬天的雪呀 那就让你感受一下冬天寒冷的北风吧 小鸟说这是夏天的大风 一点都不冷 对啦 冬天会结冰 小鸟小鸟 你告诉小只俩 冬天会结冰 冰亮晶晶的 又凉又滑 拿在手里非常冷 走在冰上 不小心还会摔跟头呢 小只俩根本不相信有冰 真拿这只小只俩没办法 孩子们 我刚刚都看到了 庄子爷爷 怎么才能让小只俩相信有冬天呢 你们知道 只俩是什么季节的虫子吗 是夏天 是啊 只俩是生长在夏天的虫子 它这一生都没见过冬天 因为小只俩没有见过冬天 所以它不相信有冬天 对喽 夏虫不可与冰 夏天的虫子永远见不到冬天 更别说相信冬天有冰雪了 夏虫不可与冰 我们懂了 我八岛再也不会和夏天的虫子谈论冬天的冰了 在生活中也不必和见识少的人争吵 他们知道的少自然也不会懂的 谢谢庄子爷爷 庄子爷爷 那边有个人非说太阳跟他的草帽一样大 我们怎么说他都不听 你们忘了夏虫不可与冰 有的人知道的少 就不要跟他争吵了 夏虫不可与冰 只人缺少见识 知道的很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